老大性侵两少女 当手下当性奴 警方昨天逮捕有毒品 伤害等前科的33岁竹联邦成员 洪靖杰 和18岁嫌犯陈大为 洪贤在桃园地区 吸收十多名国中生和中错生 成立黑家派 要手下霸凌同学索取保护费 今年4月 14岁国中女 被15岁中错生的姐妹涛 怂恿住到洪家 洪贤色性大发 性侵14岁国中女 在旁观看的中错生 也遭性侵 两少女疑似被为K他命 之后被强暴多次 18岁的陈大为 是洪贤的得力助手 洪贤卸育后 将少女送到助手住处 犒赏他 陈贤见两少女 疑吃了K他命昏睡 趁机也想性侵国中少女 他下醒大声呼救 但身旁的姐妹涛 假装熟悉 国中女再度遭性侵 警方侦办校园霸凌案 找到被害的14岁少女 发现他手腕上有多处割碗痕迹 劝导下 他才说出遭姐妹涛被判 一天遭两人性侵 警方寻现逮捕两人 依妨害性质组罪嫌 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法办 方派的未成年 则依少年事件处理法 依送少年法庭 请不吝点赞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